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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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會再買東西了 那不可能 真的!這個雖然是Amazon的Fullstar 你知道什麼是Amazon的Fullstar嗎? 所以4星平價以上三個 對 就是只有4星的東西才能出現在裡面 那為什麼我沒在裡面 我也4星以上 你是4.8啦 對 你是4.8 你的那個等級更高 我覺得紐約有點吵 所以是隨地都有這個聲音 你覺得我會買東西 我覺得我一定不會買 你百分之百會嗎 我不會買 真的真的 規格比較高 我都要4.8 像我老婆這種的 我才會把它帶回家 那我那0.2是什麼 0.2喔 就是如果你親我一下 也許就多了0.2喔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Let's go 廢話不多說 Check out 親愛的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我沒看過 這個會噴水 這裡 真的會噴水 對 會噴水 專門的拖地機器人 沒有掃地的功能喔 沒有拖地 然後這邊感覺像是 它滿小一台的 對啊 真的很小耶 它這樣感覺會不會要鋪很久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短 對啊 你看到沒有 這個好可愛喔 這也是愛老婆的啦 也是做小地機器人 非常大的一個品牌 現在有賣石油脫地的機器人 好酷喔 我跟你講 我發現了一個 偷情生命 蛤 就是假設你今天跟別的親愛的 一起去汽車禮館 人家要帶這個 I'm sorry 不小心太大力了 對 然後 這邊啊 這邊這台機器啊 很好玩 它有各種特效 比如說你現在要模擬下雨的聲音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有沒有 我們聽到下雨 外面在下雨 外面在下雨 我馬上就到家 我馬上到家 還正在下雨 然後它可以模擬我覺得比較酷的 像是還有海的聲音 海邊衝浪 我在屋子港的衝浪 我沒有在汽車旅館 真的沒有 你看 欸 真的很好用 真的蠻好用的 對 感覺跟真的一樣 你平常如果有偷情的習慣 這個一定要準備 而且它是Micro USB的 一直要有行動 對對對 不用插頭 你有看到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 就是像大銅電鍋那樣 只是它是兩個鍋子 一次可以沖調兩個東西耶 對 可是它這樣子感覺上 比較大的老數是 它兩個口味道不會混在一起 因為大銅電鍋是做這樣 然後你可以無限延伸 對 可是那樣子感覺 就是味道就會疊大 比較不太一樣 可是這也是第一次看到 一次可以生兩個東西耶 這要200美 200美6千塊 大銅電鍋一個也要2000多塊 大銅電鍋 大銅電鍋一個也要2000多塊 而且這個都不鏽鋼的 對啊 我覺得不鏽鋼真的 比較耐用時間 對 非常好 感覺非常不錯 這邊啊有好多智能等跑 非常多 幾乎都是菲利浦的 這邊啊就是好多智能開關喔 我想這邊應該都是走Google系統的 這邊啊都是耳機 很多種選擇 一整區都是四星的玩具 這個小孩子來真的會迷思 這是一個在家裡可以打奶泡的概念 這是奶泡啦是啤酒泡 就是如果你覺得想要更多的氣泡 你把它放進去以後有沒有 然後就是它這邊還有一個壓力表 在大陸也看過類似的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對它加壓 它不能比如說打成氣泡水之類的嗎 這我沒試過耶 這個我在大陸的網站有看過 不過我第一次看過實體 這質感很好耶 我看多少錢 這一個一百六十九 加完稅金應該在五千多塊 可是質感很好 買這個好了 還不錯蠻漂亮的 買這個好了 這個是新到的玩具耶 對啊 欸那時候你沒 不行我不能 我不能接受我們家養這樣的寵物 那都不喝那吃菜好嗎 欸現在這種寵物也賣得很便宜耶 這隻一千多塊 它都不吃也不喝 以前這種四門的寵物都要四五千塊 對啊現在都越來越便宜 開始了開始了 欸有現場live的感覺 有沒有在紐約唱的我不知道 欸很多在紐約地鐵的人 都是拿類似這樣的機器在介紹表演 那我要在那邊唱 唱台語歌 要你唱個苦海女神龍 苦海女神龍怎麼唱 我不會唱 啊不然唱那個雙人枕頭 襄狼金頭嘛 欸來為大家唱一首襄狼金頭 襄狼金頭 有回音耶 跟後面背景完全不搭 有回音耶 欸這很療癒耶 欸我覺得這個很不錯耶 我覺得以後早餐我都用這個唱歌叫小孩起床 就帶著黑膽去他們房間叫他們起床 喂喂 鐵娜起床喔 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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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一般鐵娜的小朋友 鐵娜的小朋友喔 鐵娜的小朋友喔 以前認知在網上好像也很厚 這個我看過他一直在兒童文書堂榜第一名 他就是你可以把他套在你手上 然後他可以跟你講話 你摸他的時候他還會跟你回應 真的嗎 他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是一個可以飼養他的小動物 欸感覺他比你聽話耶 他有很多個顏色 可是我掛一隻這樣然後帶大家出門 他也可以掛到毛巾上 喔是好 對就是你可以就是小朋友飼養了 就是可以養育他的那一台 親愛的身為烘焙達人的我 一定要介紹這個品牌給你認識 這個品牌是KA美國品牌 而且非常耐用 我們公司也有一台 所以在這邊買這個會比較便宜 這邊買不會比較便宜啊 可是他就是體積比較小 公司那台比較大的台 這很耐用 這感覺就是家庭耐用 對這個這台賣多少錢 這是5T的啦 賣大概9000塊 如果你要買攪拌機 即將推薦買這個品牌 這是Nokia的主動品牌 賣手機的那個 真的喔 現在大家都掛領域耶 都做一些跟自己不相關的東西 我也蠻喜歡買這支錶 這支錶可以買來送我嗎 Gami的 Gami的 這個我絕對不會買原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一定是個空殼 發現這邊這空殼的東西一定是很貴的 欸這邊居然有賣Pero耶 Pero賣多少錢啊 有Pero也有Pero Pero賣649 我發現你進步了耶 你都認識空殼機 那你知道這台叫什麼呢 這一個喔 這個是DJI的啊 哪一台 這是那個最小台的SPA 這是愛爾蘭 欸這什麼啊 這好可愛喔 這有點像拍立德啊 我要對準這個洞嘛 是不是 我不曉得 對啊然後就會從那邊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它有這種的耶 這是什麼 這好可愛喔 欸這超可愛的耶 你按一下 然後就這裡 叮叮 然後就從那邊 就出來了 買這個好了 很可愛耶 出來了喔 我好想好多東西都想買 那你怎麼什麼都沒買 我想買的東西都太大了 我不知道怎麼帶回來 而且其實你只要透過班 就可以購買了 流程非常簡單 我教你們 在開始之前呢 我先講一下什麼是 國際轉運 這麼說好了 這邊是台灣 這邊是大陸 那香港應該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這邊是美國 我知道 我的揮畫天分 一直非常的好 真的不用誇獎我 然後日本 日本在這裡 你可能會在日本的Amazon 看到你想買的一個東西 或一個包裹 也可能在美國的Amazon 看到你一個 非常喜歡的一個東西 這時候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日本的賣家 跟美國的賣家 都不願意直接把東西 寄回台灣 透過Buyenship 你只要把商品 寄到當地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他們指定的地點 這樣子呢 商品就變成國內的運送 就沒有問題啦 接下來你只要透過 Buyenship的後台 就可以把商品呢 全部都寄送到香港 再一次打包 寄回台灣 這個可愛的家 其實我覺得我老婆 應該花點錢 讓我去上一下美術客 這麼講 我想你應該已經了解 帶你看一下他們的後台 這邊啊 就是Buyenship的首頁 非常的簡單 第一步當然就是註冊 註冊完 你就可以進入他的後台 你會看到左邊 有一個海外倉庫的地址 就是我點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美國 英國 日本 南韓 中國跟香港 換句話說 就是你可以從美國買東西 英國 日本 南韓或者中國 主要就是在 收件人 還有寄送的地址呢 填上他指定的代號 他就有辦法追蹤到你的帳號 一旦貨物啊 進了當地的倉庫呢 你就會發現 Buyenship就會通知你 記得要報關 報關呢 就在貨件 申報管理這邊 這邊也非常簡單 只要填上你貨物的基本資料 順利報關之後呢 他就會全部一起寄到香港 再來就是在這個 轉運的部分 我們要從香港 把貨物全部都轉運回來 畫面中 也非常清楚 這邊就有香港倉庫 準備發貨 安排宅配到完成 其實整個步驟來講 是真的非常簡單 只要透過後台 就可以一次 搞定你所有的問題 你會漸漸發現啊 海外購物 並沒有想像中 這麼困難 也不必大包小包的 一直自己帶著 知道怎麼買吧 是不是很簡單 它最大的優點啊 其實你如果 日本的網站也想買 美國的也想買 那你只要把它 通通集運 送到香港 就可以一次回台灣 超方便的 是不是很方便 謝謝我們的乾爹幫你去 今天影片結束啦 逛了Amazon Full Star 然後讓新店菜 零結尾好了 我是叫你穿外套 叫你結尾 我們已經逛完 Amazon Full Star的商店了 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每次要送人家禮物 或者想要買什麼東西 有選擇性障礙的時候 其實你來逛一趟 Amazon Full Star的商店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買什麼 反正就跟著 四星買就對了 你覺得不會太失誤 而且你可以逛到 你覺得很新很酷炫的東西 對來美國啊 記得一定要來 Amazon Full Star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再見